是这里 有人在吗 孙伯伯 您在吗 他应该没来过 我们走吧 你们经常来这里的吗 偶尔吧 我们走吧 这里一定都满在了你们的回忆吧 子歇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想知道 告诉我好吗 那是我上学的时候 我要教功课 做模型房子 当时的我住在舅舅家里 不太方便 怕磨木头把家里给弄脏了 萧珊就给我找了这么个木工房 木工房的主人是一个老头 萧珊认识他 孙伯 孙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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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我这刚收拾好这本月走了 记住了啊 有用功学习 别光顾了谈恋爱 少壮不努力啊 老大可要吃苦啊 遵命遵命 不谈无用的恋爱 只做有用的功课 谢谢孙伯伯 你别谢我 我可是毫不客气地收了你的男朋友 送过我的几瓶陈酿老酒啊 我才可以把这房子借给你们的 你要谢就谢他吧 好了 不说了 我走了啊 孙伯伯再见 孙伯伯 你在这里做功课 他就一直在边上陪着你吧 这里 地段太偏了 他是担心我一个人 我们一起做房子的时候 应该是共同梦想着未来 共同梦想着 我们以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孙伯 孙伯伯 不要再说了 我说了 我和他都已经过去了 他现在是跟你在一起 可是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们的将来 他从来都没有提过要结婚 我们是没有将来的 对不起 我自己已经够难受了 不应该让你也难过 何况你还这样的帮我 没关系 如果你心里难受的话 我可以帮你一起分担 哦 当然 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等会再做吗 我想这个样子 出去太丢人了 当然可以 陆先生 陆小姐回来了没有 陆小姐还没有回来 要不要我给她打个电话 哦 不用了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对了 你跟沐震飞打过电话吗 没有 我都是让她同学打听的 一时把她给忘了 说不定她和萧山有联系的 对 快打给她问问 喂 学长 是我 自嫌啊 自嫌 什么事啊 萧山最近找过你吗 你有见过她吗 没有 怎么了 她姥姥去世了 可能是因为太伤心 一个人不要跑到哪里去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你别太担心了 她那么大人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也帮你打听一下 有消息 马上统治你 嗯 谢谢 再见 那我们走吧 不好意思啊 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我们 就是想问问 最近加价了没有 你打算再聘我 我告诉你啊 如果再犯一次错误 我就剥了你的皮 我要是再犯错误的话 我自己跳下去淹死算了 好 也未定啊 好 帮我查个人 好 小小姐回来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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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小姐回来了 没事 你们继续玩 不是的 其实刚才一直在等您回来 我只是陪莫先生练习一下而已 莫先生进步神速呢 莫先生 可以准备晚餐了吗 好啊 你怎么明神打游戏了 其实这种东西一点都不难 坐 你想跟我对打 你怎么明神打游戏了 我对打游戏了 啊 你怎么明神打游戏了 我是不是太快把你打败了 再来 怎么 很爽是不是 像报老仇一样吧 是啊 很爽啊 玩别的我玩不过你 玩这个 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 再来 再来 想杂就杂 你不杂 我帮你杂 怎么了 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 都别生气 没事的 没事的 晚餐快好了 好 有心事啊 出去一会儿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啊 就是朋友的一些破事 要吃饭了 我去洗巴脸 好 合计 少千 科技公司的合同弄好了 他们发过来我看了一下 有些条文我做了一些修改 明天他们再发给我 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发给你 另外 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弄好了 这么快 真的不好找 假的还可以 我是加了钱 让师傅连夜赶工的 我交好了快递 明天你就可以收到了 好的 谢谢 再见 拜拜 说好了 今天我请客 你们怎么又抢了 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请客呢 我不说了嘛 明天我就走了 所以说该我请 就是说嘛 明天呀你要走了 所以呢 我们请 给你送行 谢谢 穆太太 后天我也要走了 我老公这边的声音也弹完了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 也没人陪你 你还不打算回去吗 这挺好的 我想再玩两天 放心吧 穆太太 那不是你老公吗 还约了老公啊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妈 你怎么来了 媳妇 别来无恙吧 挺好的 原来是一家人团聚啊 来喝茶 是 我妈听人说 这里的茶是本地最好的 非要我带她过来喝 你才刚出来 看来现在又要进去了 还论里啰嗦的 人家一家人团聚 你就失去一点 对对对 莫先生 莫老太太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啊 好 拜拜 拜拜 再见 永飞 你一块去喝茶好不好 好 走 妈 请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上海呢 我以为你在家呢 我来这里是为了看我妈 我来这儿是为了看真飞 老公请 瞧你一言语的 倒是我不对了 别怪她 是我不好 我是因为应聘回来讲学 也想着是该回国了 也想看看你们 可是我事先没有通知她 我是人回来了 安顿好了再告诉她的 她也是昨天晚上 才从上海赶回来的 原来是这样 我这个媳妇还真伶俐 十年没见了 一眼就认识我这个老家伙了 妈 其实 这几年我一直心里惦记着你 十年前我跟少卿结婚 您就没有回来主持大局 十年之间 也没回来看过我 我就想 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您不喜欢我这儿媳妇呢 别说你了 这十年来 连我也没有见上几面 然后呢 突然说回来就回来 好好好 我两个都不喜欢 我连我儿子我也不喜欢 媳妇 这叫你消气了吧 媳妇 你怎么老盯着我的戒指看呢 你喜欢 戒指好漂亮啊 她送我的 可我一个老家伙 怎么会戴这种玩意呢 所以就一直没戴啊 昨天晚上她陪我吃饭 看我没戴上 不高兴了 所以今天我就一直戴着 她一走啊 我就拖下来 小剑 小剑对人真好 她没有送过我戒指吗 那 你喜欢 拿去啊 不过尺寸可能要改一改 妈 这是我送你的 我的东西早晚还不是她的 妈 这是她的一片下心 你就留着带吧 好好好 但我没说 您住哪儿啊 您住哪儿啊 这边大学已经帮我找好一栋房子了 明天你有空吗 我陪你到处转转 真不巧 我明天要去北京呢 那边的大学也请我过去几天 等我回来 我们再好好聚一聚好吗 当然好 你呢 我明天去上海 科技公司的事也谈得差不多了 明天我去签个约 然后就直接回家 你呢 那我也回家吧 你买几天荣航班啊 咱们可以一起去机场 好啊 你住哪儿啊 酒店吗 没有 她昨晚住我那儿 唠叨了一晚上 我都快疯掉了 今晚啊 你快把她领回去 我乐得清静 你呢 你又住哪儿 正非家 来了 姐 姐夫 快进了 你别做饭啊 是啊 难道你们两个一块过来 我亲自下注 马上就有的吃了 来 里面坐 好 你们先坐啊 正非啊 你的书房能不能借我用一碗 我为了赶过来看我妈 很多文件都没有处理呢 怎么 不可以啊 借给她吧 那你睡我房间 书房没有床 我睡客厅 不用了 你帮我准备一套被子枕头 我累了 躺地上就好了 好 拿听你的 你们先坐 我去弄饭啊 你先坐会儿 我去找正非聊两句 我也去 我是让她回远中上班 你在旁边我怎么说 如果她不回去 就用绳子把她绑了回去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怪脏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来 谢谢你啊 事情都解决了 应该是吧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只不过是把我姐姐 每天去哪儿都告诉了你而已 谢了 别太闲了 别太闹了 原来那个戒指 你送给婆婆了 是啊 我当时问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你也没有问我送给谁了 怎么 连我妈的醋你也吃啊 如果你喜欢那戒指的话 要不 就让我妈送给你吧 反正她也这么说了 我才不要呢 又不是送给我的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让你多点时间回家 去吧 姐 吃饭了 来了 吃饭吧 郑菲这房子哪儿都好 就这书房太难看了 吃饭吧 一扇饭吧 续合 喝饭了 姐 尝尝我做的排骨 你买的吧 我做的 有进步 有进步 真是不错 好吃啊 再来一块 来 你也尝尝 谢谢 这间书房啊 比较奇怪 风格和整个房间一顶都不大 不过我还挺喜欢的 好 我叫你 你好 我给你打电话呢 是想问一下那个戒指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啊 对不起啊 那戒指我不想买了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我就不想买了 我是真心实意 想把这枚戒指卖给你 江太太 不是已经有人出更高的价钱吗 你就卖给她吧 别再纠缠我了 我不是真心地想交你这个朋友吗 我跟你说 我老公啊 是死活要把那枚戒指 卖给另外那个人 我就死活不肯 我让他再等两天 今儿啊 我也是趁着他不在家 偷偷给你打电话的 我是说实话 像您这么有钱的人 本来我也是勾喷不上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哪 很实在 说话呢 也和气 也没有嫌偏爱妇的 所以想跟你交个朋友 想把东西卖给你 再说呢 我 我也难免以后啊 有事情要麻烦你 我不是听说 你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吗 那现在啊 我家女儿也要出国去留学 学校嘛 也没有选到什么特别合适的 所以我还想请你帮我推荐推荐好学校呢 江太太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 那只戒指我已经没兴趣了 况且也不知道来临 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 呃 那个没戒指啊 是我外甥女的男朋友送给我的见面礼 真的 我没骗你的 她那个男朋友呀 看上去就是有头有脸的 就是我一时忘了她姓什么 哦 你等等啊 帅帅 你记不记得你姐姐那个男朋友姓什么 去墨呀 去墨呀 去墨 去墨 墨 墨 墨少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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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没 还没呢 礼拜一你可以上班了 那件事解决了 解决了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 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哦 我知道了 您还有话跟我说 没什么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什么事啊 没事 明天还要早起 早点休息吧 别忙坏了 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 谢谢 请问是墨太太吗 是林小姐吧 请坐 小姨请慢点谢谢 不用了 谢谢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不认识你啊 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 你认识同学吧 你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吗 不知道啊 她男朋友是我老公 打到第三个还没掰这下来 不错嘛你 对不起 再给我练习一天 我能打赢你 你好 请问你要点什么 咖啡 好嘞 请稍等 妈 今天几点的飞机飞北京啊 骗你们的 我是不想再见那个儿媳妇 你们呢 她临时有几个太太 约她去云南旅行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我就多留一天 明天回去 你不是急着要去上海吗 急着不去也行 那边的合约 和解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明天我直接回远中就行了 陈后说的没错 你总是争取时间留在这里 是为了同学吧 哪有 陈后还在生你的气吧 看来你不把同学赶走 她对你是不依不恼的了 这是我的私事 她管不着 她就好比 一心辅助落难太子 重夺皇位的死见忠臣 对于她来说 你的事就是她的事 妈你放心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什么该听她的 什么不该听她的 我心里有数 又不是真的 亏你还带着 极可乱真啊 有模有样的 带着玩玩也好 如果不是极可乱真 怎么能骗得过她 瞧你 戒指的事情解决了 整个人都轻松了 我就没有紧张过 你看 她真的相信了 她再怀疑我 她也不会怀疑你 当心点吧 我是个媳妇 可不是省牛的灯 她心里怎么想啊 难说 她除了能闹出一些事来 还能做什么 坦白说 我是不喜欢同学 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会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和一个有父之父交往 我有没有想到 我丈夫会背叛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你先回答我 你担不担心你的男朋友 被她抢走 她叫萧珊对吧 你怎么会知道 你找人查我 我找人查了同学身边的 所有人和事情 请原谅我的不择手段 我只是想挽回我的男人 如果这个男人的心 都不在你身上了 你还留得重吗 你先回答我 你担不担心这个男人被抢走 有 我每一天都在担心 所以 我们是应该坐以待毙 眼巴巴地看着你 男人被抢走了 还是应该联手一起合作 留住我们心中的爱 那你想我怎么做 童小姐回来了 嗯 莫先生在书房里呢 她不是走了吗 她说明天才走 今天你刚走没多久 她就回来了 那你跟她说 我去哪儿了吗 我说你去同事家加班 问她要不要给你打电话 她说不用了 谢谢 我明天早上七点半的飞机 对 那个专案执行计划书 什么时候能给我 那这样吧 你晚上给我发过来 我在飞机上面先看一看 好 明天见 回来了 因为之前请了几天假 所以今天去月银家加班了 你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早一点回来嘛 如果你那同事是个男的 我保证 你会马上接到我的电话 我怎么敢呢 去换衣服吧 穿漂亮脸 我们去吃饭 你又要带我去见什么人啊 放心 就我跟你两个人 当然 如果你想见我的小舅子 我可以帮你约他 那我们去哪里吃饭 不会去你不想去的地方 这样可以了吧 那我去换衣服 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 谢谢 那我去换衣服了 kes 你对自己就想抢衣服 她��게 谢谢 怎么不说话 你也没说话呀 我看你心里憋得慌 有什么想说的 我明天 真的可以去上班了吗 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是啊 可是 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就是解决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怎么 不相信我 没有啊 你从来都是说到做到 你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比如 我太太是怎么发现那个戒指的 是我舅妈 拿着戒指去找买家 结果那个买家正好是你太太 我已经问过我舅妈了 不过 她以为我只是随便问问的 难道你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解决 戒指这件事的吗 如果我问了 你会说吗 不会 所以我不问啊 跟了你三年 从你身上 我学会了一件事 那就是能不问的就别多问 那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学会 我不喜欢你做的事情 你就不去做呢 那个戒指给你惹来了麻烦 我去找舅舅要回来好吗 你又不稀罕那戒指 要回来干什么 我 算了 算了 就让你舅舅 捡了这个便宜算了 我舅舅不是因为贪钱 他只是想弄点钱 给我表妹出国读书 是这样 那就好了 谢谢 我才刚夸你聪明 原来你还是那么笨 像你舅舅这样的人 你还要处处为他着想 你别侮辱我舅舅好不好 如果他是一个好人 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吗 我才会说 我仅仅是你花钱买的 我只是康太人之侧 我只是康太人之侃 那么你的身体呢 你的自由呢 你当初说过 如果我乖乖地听话 有一天你厌倦我 你就会放我走的 否则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我 是啊 那要怎么样 如果我不听话惹你生气了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我 但是如果我听话了 哄得你开心了 你又不会厌倦我了 即使有一天你厌倦我了 我也已经人老猪黄了 到头来还是一辈子 这根本就是一场 不公平的游戏 谁告诉你 这世界上有公平的游戏的 如果这个世界有公平的话 那我就不会遇到你 再陪我喝一杯吧 你不怕 我又喝醉了 大不了 我就把你扔在路边算了 那就喝吧 请问需要来点什么 再来一瓶 那好的 附小姐 附小姐 莫先生的衣服 谢谢 少千 少千 你的衣服 今晚有风和凉的 穿上吧 你穿吧 那你呢 冷不冷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切伤眼弯水灯飞翔 却挥不去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期望留意 当绝望满满沿 摸过眼睛 你 飞鱼情深 心默默呼喊 这 阿姨 这个球是我带着给你 谢谢 有没有想过生小孩啊 什么 干什么 吓成这样 我又没说让你帮我生小孩 我哪有那个资格 你当然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别出什么意外 别想用生小孩来要挟我 我不会 最好 不要 不要 不要在这里 不要 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你不是很喜欢我的书房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这么喜欢我的书房 喜欢他又要把它搬到别的男人家里 我应该高兴还是生气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进房间好不好 我就是搞什么 我比如说说你 你需要用我的书房 我必须要不留 你不就去那些书房 你不作为那些书房 你不吓人 你哭得很慢 你anh我 你啊 我被我厅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想跟你说啊 那枚戒指卖掉了 是吗 什么时候卖掉的 前两天卖掉的 这两天呢 我带着帅帅见一些老朋友 打听打听出我的事 所以啊 也没来得及打电话 今儿才打给你 那是卖给谁了 那是卖给谁了